高山洋指 大和悲荣 上下千年 却说中医 这个鼓舞头坏死啊 它主要是分期 我们如果要是这个鼓舞头坏死分期已经很晚了 疼痛很严重 然后活动受限也比较明显 这时候我们一般也是建议它进行关节置换 如果要是早期 一般还是吃中药进行治疗 这个吃中药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吃中药的目的呢 是把这个坏死的这个地方 或者是囊性变的地方 通过活血化瘀 通弱 止痛 出现了那个坏和区域的一个通见 最终啊 这个骨质变硬 硬化 这个病人活动啊 也正常 疼痛也消失 半块节呢 它有一个年限 使用年限的问题 技术它那个现在这个甲体的使用数量 从理论上说是三十年 但是随着这个手术水平 再一个呢 就是咱使用的程度来说 远远达不到三十年 而且是越年轻的病人 它时间是越短了 因为它会聚在活动 特别有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这个患者 患了关节以后 它磨损了严重 几年以后 甚至是十年以后就需要翻修 第二 我们吃中药的目的 尽量的解除这个孤独特坏色的症状 延缓它的进程 尽量的避免年轻的时候就还关节了 然后出现一次一顾一次的翻修 我们这个中药啊 还是建议通过问诊 然后还要看时开 还开脉象 根据体质来进行开放治疗 好用的房子一般还是一个不身装骨的 不身装骨的咱们常见的就是 肉籠 牛蝎 肝蝎 地龙 吃少爱 肝蝎 肝蝎 这一类的药进行治疗 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尽量的不要自己用药 通过面疹进行辨证治疗 苦服中药以后 还可以起初的中心治疗 比如说可以配合军酒 军刀 理疗 功能锻炼 促进它的维护 下载闪电新闻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